好又到了全球现场的时间了 今天呢要来看到的是 有这个美国的前国防部长 盖兹啊 他是透露说呢 这个台海的局势危险 他表示习近平呢 恐怕要对台湾采取一个蚕食战略 那么这个现在因为正好正值 这个北京对台经济 还有军事施压增加之际 那么这个美国的前国防部长盖兹呢 他在26号的时候 是跟这个华盛顿邮报的作家 一起来视讯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 讲到这个优先任务的时候呢 他是说在大陆军事自尽增长的情况之下呢 台海局势最令他担忧 而且呢面临这个习近平 对台湾采取这个蚕食战略 美国应该要放弃过去的这个模糊战略 明确的呢向两岸来表明了 不得单方面的动物 或是寻求独立改变现状 那么这个前国防部长盖兹是表示啊 在美中呢有多方面的竞争当中 台海局势算是相当危险的 也是最让他担心的 他进一步指出啊 这个习近平致力于呢 想在任内透过重新回收香港 统一台湾 让他成为和毛泽东一样的一个地位 让这个大陆的军事实力增长 也让他担心北京会对台湾采取行动 另外盖茨也说到这个习近平呢 还有许多的方式可以来施压台湾 包括了孤立台湾禁止武器入台 但这很可能呢也会引起美国的一个对抗 这是潜在的危险局势 还有呢例如这个解放军 近期多次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或是派遣这个战机轰炸机还有战舰 在台海附近航行等等的这个威胁行为 同一时间呢 北京也可能对台湾采取刚提到了蚕食战略 怎么说呢 这就是夺取接近大陆 但是呢是由台湾实际控制的一个岛屿 对于可能的这个危机呢 盖茨是建议美国政府应该要放弃 过去的一个模糊战略 他说应该要告诉大陆 如果呢他们无缘无故对台湾采取行动 的话美国将会支持台湾 但是同时呢他也告诉台湾人 如果单方面采取寻求独立 想要改变现状的话呢 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好另外啊在这个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时期呢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大陆华为是卷进了这一场美中贸易战 不仅呢是要引渡这个过境加拿大的财务长孟晚舟 而且呢还将这个华为 还有华为旗下的七十间的互属公司 列入了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名单 让美中关系是更加紧张 那么现在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导呢 华为如今拜登上台了 他们希望跟拜登政府来举行一场对话 并且呢和北京政府个别解决 像是这个美国出口禁令 还有孟晚舟等等的一些问题 那么根据日本的经济新闻指出 华为美国公司的高层是表示呢 美国华为是希望和大陆政府各自行动 与拜登政府来商谈 因为他们不愿意见到被归在一起讨论 他认为这个华为的问题呢 必须要从地缘政治上面分别出来 那么这一名华为的高层 他认为说要从这个美国的贸易黑名单当中 完全被除名呢 近期内是机会渺茫 但是华为目前呢 期盼美国可以调整 并且合发临时的一个通用许可允许 美国的供应商向华为来继续供货 那么短期内呢 在美国的销售 其实并非华为的首要任务 而是要维持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日本的这个新闻报导还指出 从拜登医院上任以来呢 华为还没有跟这个拜登政府来进行对话 但是华为先前也曾经表示了 期盼要和美国的新政府展开讨论 至于拜登政府可能对华为的态度呢 目前这个商务部长提名人雷蒙多 他将要检视这个川普政府时代 把这个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的一个政策 至于是否要继续把华为列进这个黑名单呢 他说还会要再评估 如何才能符合这个美国的国安 还有经济安全的最佳利益 好刚刚我们讲到了美国前朝啊 也就是前总统川普的时代 当时呢在川普还在执政的时候 就是去年达成了一项这个撤军协议 预计呢要在今年也是2021年的5月 把2500名的美军全部撤离阿富汗 不过现在呢德国是决定了至少要续留到明年 德国是这个第二大的北约驻阿富汗的部队 人数大约是有1100人左右 根据美联社的报导呢 这个德国政府的发言人赛博特是表示 德国的总理梅克尔批准了一项新的授权草案 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这个德国驻阿富汗的部队 能够驻留到明年的1月31号 其实这个德国驻外部队是需要获得议会批准的 通常每年会批准一次 那么目前呢在阿富汗的驻军实现呢 将在今年3月底到期 那么这个历经战乱的阿富汗里头 拥有将近1万名的北约士兵 他们的作用呢就是帮助这个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 当中呢又以美军的人数最多 尽管现在的规模呢是不如以往 但是仍然是有2500名的美军 而至于德国呢则是有1100人 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部队 那么拜登现在要解决的这个撤军协议呢 最后期限就是5月1号了 然而这个塔利班没有遵守 他们过去谈好的一些和平原则 恐攻事件仍旧持续进行中 所以呢也有越来越多人是呼吁美国政府 要重新检讨甚至是延迟或是重新谈判 希望美国政府允许一支规模比较小 以情报为基础的美军叙留阿富汗 那么德国的外交大臣马斯呢就表示说 美军这个部队的撤军啊 应该要弹性的来观察一下 这科布尔政府还有塔利班之间 是不是有确实的一个和平进展 而不是僵化的就是这样遵守 5月1号的最后期限 好讲到川普就来看到这个美国政坛 保守派大会师就是这个保守行动政治会议呢 28号就登场了 那么川普呢也将会在这个会议上头发表 他卸任之后首次的公开演说 外界就认为呢 这个川普很有可能要在这个会议上头 东山再起 至于川普对于这个共和党未来大选的影响呢 美国媒体Politico就指出目前 共和党为了想要夺回这个白宫的主导权 很有可能会走上三种路线 那三种分别呢就是极端川普路线 精简版川普路线还有零川普路线 所谓这个极端的川普路线呢 就像是这些挺川的蔡议员啊 像是克鲁兹啊霍利这些人 报道当中提到呢 他们这些人啊是百分之百遵循川普政策的 还有佛州州长迪尚特 还有前国务卿蓬佩奥也都被归纳在这个路线 而至于这个精简版的川普路线呢 指的则是和川普保持了一点距离的 共和党人还是他的同党统治 不过有保持一些距离的 比如说前副总统彭斯 还有近期这个披露力道增强的参议员柯顿 至于这个零川普路线的人呢 就是完全站在反川的这一边 他们戳破川普过去的言论呢 也不愿举出他在过去的四年当中 对这美国社会有什么样正面的影响 就有一名共和党的策略师表示呢 精简版的川普路线 很有可能是这个出路最广的路线 像这样子综合型的路线呢 不但可以点出川普的缺点 但也能为川普的人气 在这个劳动阶级之间呢 建立一点支持度 好最后来关注到这个 根据加拿大最新的防疫措施呢 接载100名以上乘客的这个大型邮轮 在2022年2月之前呢 都会被禁止在境内的港口停泊 那么这也对于阿拉斯加的 这个邮轮业界来说呢 是一个坏消息 所以现在呢 美国的国会议员正在想办法 要挽救这个阿拉斯加的邮轮观光旺季 建议加拿大当局 重新考虑这个禁泊规定 而否则呢 会对这个每家两地都造成 重大的经济损失 由于这个美国大部分的邮轮呢 都是在巴哈马或是巴拿马等等的 国家来注册的 但是根据这个美国法律规定 只要是悬挂外国国旗的邮轮呢 都只能停在美国的境外来停泊 但想要前往阿拉斯加的邮轮呢 就不能在北美靠岸 所以也很难营运 现在众议院呢 这个有一个小组是已经写信 给加拿大的驻美大使希尔曼了 他们希望呢 这个加拿大政府可以重新考虑这项禁令 因为如果继续关闭这个加拿大的客轮港口 再有一年的时间怎么长的话呢 恐怕会威胁到成千上万的 加拿大还有美国人的升级 为了让这个阿拉斯加的航线 能够维持运作 现在美国众议院呢 还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就是建议 加拿大政府捲许这些邮轮靠岸 但不准乘客下船 那么这个邮轮旅游啊 在这个阿拉斯加观光业当中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国际邮轮协会呢 其实去年在疫情爆发之前呢 就曾经预期 阿拉斯加邮轮的航线呢 会带来140万人次的游客 那么现在呢 除了寻求加拿大政府的协助之外 共和党的议员 最近也提出了一个 阿拉斯加复苏法案 当中呢 会提供这个临时解决的办法 在法律上呢 将这个往返华盛顿州 还有阿拉斯加的邮轮航线 视为外国航程 那么议员就指出说 这个疫情是已经摧毁了整个阿拉斯加 今年的观光旺季了 这件事情 他们不容许再在2021年来发生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国际讯息 提供给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